我和将军是恩爱无双的结发夫妻 皇帝却在一次宫宴上看中了我 把我抢卢到后宫 我的夫君被欺辱打压 最终选择造反 他兵败被杀那日 我被强压着目睹他被凌迟处死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 目睹形形惨状的我 却缓缓露出了一个笑容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你去哪儿了 我刚踏进寝殿 皇帝夹杂着怒意的声音传来 殿内烛火昏暗 陆真坐在床上 神色晦暗不明 如同鬼魅 我慌张地把手中的东西塞进袖子 下一刻就被他掐住脖子 狠狠灌在了墙上 一一咬 你已经是朕的女人了 竟还敢对吴璐念念不忘 他的大掌力气极大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陆真把我甩在地上 一个东西砸在了我的脸上 我低下头一看 是我偷偷给吴璐秀的香囊 陆真火冒三丈 咬牙切齿 你当阵是瞎得不成 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 给吴璐秀鸳鸯 他弯下腰 一把扯开我的衣服 袖子里的干桂花都掉了出来 陆真狠狠地踩了上去 将桂花粉身碎骨 竟然被发现了 我所幸也就不装了 冷冷道 陛下 你倒不如杀了我们 否则吴璐在一日 臣妾就念他一日 陆真揪住我的头发 逼我仰起头看他 一字一句道 你以为朕不敢吗 说吧 转身气冲冲地大步离开 在他出门的那一刻 我充满怒意的表情收了回来 取而代之的是淡漠的笑意 我将目光投向地上破烂的香囊 不枉我把它藏得那么浅 陆真发现的 可比我想象的要早呢 第二日 我在水下细细洗脏掉的香囊 小宫女在旁边急得不行 娘娘 您别洗了 这要是被陛下知道了 我心中冷吃 就怕她不知道呢 作为眼线的小宫女 尽职尽责得很 还没用晚膳 陆真就过来了 与上次的怒气冲冲不同 他这回勾着冷笑 眼中满是阴狠 喧嚣武将军 我终没看着他 直到他走过来 用力撕开了我的衣服 将我扔在床上 一门之格外 无路的声音传了过来 微臣参见陛下 我恍然大悟 难以置信地看着陆真 一边在床上后退 一边连连哀求 不要 陆真露出一个残忍的笑 终于显出了几分得意 鸳鸯交警是吗 那就让无路听着 现在和你鸳鸯交警的 到底是谁 无论我如何抗拒 依然抵挡不了 陆真的撕扯和压制 我难堪地落下泪来 却依然咬着牙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这无疑更加激怒了陆真 他的动作更加粗暴 在我的倔强中 生生折腾了一夜 也让无路在外面跪了一夜 小宫女之警 在陆真的受益下 跟我会抱无路的惨状 昨夜风雪大得很 吴将军在外面跪了一夜 一双膝盖怕是废了 今天都是被抬回去的 我看向窗外半尺厚的积雪 这几日天阴风紧 一看便要下大雪 挑这个时候闹起来 我也是杀费苦心的 只是才废了一双膝盖嘛 可当年陆凯死的时候 是被碾碎了每一块骨头啊 这把火显然烧得不够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一反常态 变得温顺乖巧 我穿浅紫色的衣服是极美的 陆真近日 看我的眼神都热切了很多 我知道他最喜欢 浅紫色搭素色流苏 喜欢如蒲柳般柔美 却骨子里坚韧的女人 喜欢驯服与顺从 喜欢倔强的人被折断傲骨 毕竟当年 我就是这样 在宫艳吸引到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被皇帝强夺的陈妻 可他们都不知道 与陆真的第一次见面 我的一皮一笑 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花园中低头绣花的惊鸿一瞥 宫艳上被迫弹琴的从容温满 还有 被他骗入空档房间时的宁死不屈 我的一举一动 直击陆真的心 让他步步深陷 无法自拔 我让他看得见 得不到 在欲擒故纵的来回拉扯中 他终于抛下伦理 抛下与吴露的君臣情谊 冒着被满朝文武议论的风险 强硬地把我掳进了后宫 可我却对吴露 念念不忘 不肯屈从 也就一次次激怒陆真 向吴露下手 可显然 我已经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 我要进一步计划他们的矛盾 陆真难得见我对他和颜悦色 一连几日都重信了我 面上更是肉眼可见的喜悦 我甚至为他亲自下厨 做了最和他胃口的点心 陆真皇帝当惯了 以为谁都会轻易爱上他 见我转变 竟然自信地认为我开始动心 一连这样十几日 直到那天 我偷偷派人给吴露送了一腿的商药 然后坐在窗边 壮若无意地跟知景说话 要是我顺从些 吴露的日子就好过些 那我做这些 也就值了 知景的脸色瞬间变了 陆真还活在我爱上了他的美梦中 要是知道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吴露 他会怎么做 这十几天他有多得意 现在就有多愤怒 被欺瞒和戏耍的愤怒和嫉妒 足以冲昏他的头脑 我不怕陆真会对我怎么样 征服欲会驱使他 在得到我之前 不会杀我 可吴露就不一定了 我在宫中静静等待着狂风暴雨 果不其然听闻陆真大怒 照吴露进宫的消息 可左等右等 却没了后续 我疑惑不解 故作焦急地派宫女去打探消息 嘴上是怕吴露出事 心里是怕他不死 我虽不指望一击避重 但伤他筋骨也是好的 总不该高高拿起 轻轻放过的呀 等了一炷香的功夫 打探消息的宫女回来了 宣永伯进宫了 似乎给陛下进宪了什么 陛下就让他带吴将军走了 宣永伯 我扶住桌角 怒气上涌 我怎么会忘了他呢 当初就是他 给吴露出谋划策 秘密投靠陆珍 将陆凯生生害死 他是吴露的亲舅舅 老奸巨华 心思深厚 明明已经告老还乡 不知怎么听到风声 匆匆赶回来 搭救吴露 陆珍和吴露都被我的情网兜住 一时昏头 还算好操控 可如今来了个老奸巨华的旁观者 事情一下子变得棘手起来 到了晚上 我终于知道 宣永伯进现了什么东西 一套金铁铸成的锁链 也从别人口中 是皇帝的女人 为了讨路真欢心 全然不顾伦理道德 她献上铁链后 更是意味深长 陛下 人已在宫中 以您的英明神武 还驯服不了吗 生生把责任都推给了我 反而把无路摘了出去 我被铁链锁在宫中 连出门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这老匹夫将我一军 我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我要想办法破局 被锁在殿内昏昏沉沉的那段日子里 我反反复复的做旧事的梦 那日我尚未急急 洪水滔滔 我绝望地坐在房顶 眼见着黄涛渐渐上涨 夹杂着断裂的树木 物件和挣扎着的人 父亲作为地方官员 几日都在官府里没有回家 洪水涌来的时候 我被嫡母故意留下了 我是她恨之入骨的私生女 是他们夫妻情感破裂的证明 她想要借着天灾意外 将我除之后快 拔去她多年的眼中钉 为此不惜撕掉自己宽厚仁慈的面具 命令家丁把我丢回去 用大锁锁住门 等我找到木梯 显然已经来不及 只得狼狈地爬上屋顶 驳一线生机 可洪水渐渐上涨 单薄的小房显然难以为继 陆凯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她一身浅色断袍 已被水染至深蓝 脚下是一艘不大的木舟 有远极近 是生的希望 我永远忘不了她拉住我的那一刻 我落入她温热的怀中 温暖 有力 安心 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木舟尚未行远 身后的房屋轰然倒塌 就差一点点 我就会葬身于滔滔洪水中 陆凯轻轻拍拍我已是安抚 可我还没来得及长出一口气 一道急流 陡然掀翻了小船 危急中 陆凯用力把我推上了旁边的歪脖子树 自己则浸泡在水中 仅凭着双手抱树的力量强撑 我又惊又怕 跟落汤姬一般 踏在树上 全然没有一点体面可言 陆凯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却还是从容自已 抱着树还不忘打去 小姑娘别害怕 我抱着这树 他倒不了 直到我们那天 被救回府衙 我才从众官员慌乱的声音中得知 他竟然是当朝皇子 可历来治理水患的官员 莫说天皇贵咒 哪怕只是普通官员 往往都端坐 府衙牌不吩咐 怎会有像陆凯一般 要亲自划个小舟 去洪水中捞人的 我并不是陆凯救的第一个人 却是险些让他丧命的那一个 因此 我父亲不但没有问 为何我会一人困在洪水 反而直接冲上来 给我一巴掌 你是什么身份 要是二殿下出了什么事 把你活寡了都不够 陆凯却恰好走了进来 他的目光 在我脸上的掌印掠过 微微皱眉 等王也想知道 一大人什么时候清贫致辞 家中只有一个孤女了 一句话 说得我父亲面红耳赤 哑口无言 陆凯爱名如此 性情宽忍 却不代表愚蠢软弱 他只需稍加探查 就可以猜出前因后果 只是房门都被洪水冲散 早就没了锁门的铁证 敌母被父亲狠狠训斥 陆凯也有意无意地为我撑腰 我在家中的日子 比以往好过了不少 汤城这场洪水 来势汹汹 波及周围十几个村庄 陆凯在这里盘缓了一月有余 我见他风尘仆仆 奔波起中 见他关怀百姓 人心一片 见他谋虑决断 从容果决 天皇贵宙的气度 本应如此 可靠 安心 永远从容不迫 不需要任何修饰 落在人群中 永远气度不凡 当日回京前的最后一晚 我在他的门外等他回来 陆凯见了我微微醋眉 你夜晚孤身来此 恐伤轻欲 我坦然一笑 我命都是殿下救的 还怕这些吗 我说明来意 殿下救了我 也护住了汤城的人 医药虽为女子 可也知节草闲还的道理 他日殿下若有需要 必生死已报 陆凯没想到 我会说这么一席话 一时愣住了 我跪下行了大礼 殿下 我母亲流亡至此 当日被我父亲欺瞒 但吓了我 殿下与我云腻之别 本是不需要我做什么的 只是殿下需不需要 是殿下的事情 与我而言 一诺千金 绝无二话 我当日信誓旦旦 却不想一语成衬 他太过光风济月 看不出人心如鬼魅 就是这样一位嫌亡 对自己的弟弟 暗算惨死 陆真勾连了有君权的无路 在老皇帝病重中 密不通传 又密令搜捕陆凯 毫无缘由地将他截杀 陆真内心扭曲 野心勃勃 想要的东西必然要得到 这么多年 却处处被陆凯压上一头 不知何时 竟扭曲成了彻骨的恨意 陆凯死的那日 被剥皮抽筋 生生碾碎了每一块骨头 汤城打马而过的金贵公子 死后却连一块完整的尸骨都没有 天地之大 冤魂无处安身 得知一切之后 我把自己关进房间三天 见蜡烛寸寸燃尽 满是重归黑暗 我推门而出 地下的死人睡不安稳 地上的活人也别想安心 那从黑暗走出的人 是要替他讨回公道 我向陆真妥协了 与此同时 我还办出了一副 被逼无奈的冷清样子 妥协是使我最快被放出来的法子 而暂时服从的冷清 则是保持陆真对我的征服欲 欲擒故纵的最佳手段 也正是这征服欲作祟 只要我给出一点点的甜头 就成了六宫中首屈一指的宠妃 午睡时 我平退了左右 躺在床上 才敢打开今日传进来的纸条 看到事情一切顺利 我这才稍稍安心 陆凯宽人一事 受过他恩惠的又欺之我一人 他生前便洒得恩泽 在这一刻终于支出了复仇的网 这宫内宫外的一个个庄子 是我复仇的依仗 我命人在宫外传了谣言 说吴陆当年声势浩大的迎娶我 原来也不过是一个贪图富贵的小人 为了讨好皇帝 连结发妻子都下了出去 陆真这条路走不通 我当然要从吴陆那边下手 吴陆出身大足 自小被人捧着 被人捧惯了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轻视和奚落 只有反复践踏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不忘夺妻之恨 只有他越来越恨 他与陆真的裂痕 才能越来越深 这是长远的一步棋 光是这样当然不够 我还需要在宫中培养自己的眼线 为了维护我在陆真心中的形象 很多话我都不能说 这样就需要一个人帮我说 我盯上了陆真身边的魏公公 因为陆真自己的魏不正 继位后 他把先皇身边的人都杀尽了 心提了一批人上来 他也不信任老陈元华的总管 反而对身边机灵的小魏公公 更亲近些 拉拢皇帝身边的人当然冒险 只是能在皇帝身边做事的人 多少都看得出些形势来 因为妥协和欲擒故纵的手段 我已然成为后宫第一宠妃 三千宠爱在一身不说 哪怕上没有子嗣 陆真也把我提到了妃位 更让我觉得有机可乘的是 前些日子因为我在 魏公公没能及时通传 皇后就将气撒在了他身上 训斥了他一顿 从后宫战队来看 他若是个机灵的 就该明白我是最好的选择 几日后 魏汉奉命来给我送东西 临走时 我叫住了他 平退左右 我抬手抓了一把金瓜子 微微一笑 魏公公 皇后娘娘训斥你不知体统 可我觉得 公公倒是能干得很 魏汉欠了欠身 却没有去接金瓜子 我心中忐忑 这是不想合作 他语气恭敬 说出的话 却让我心惊 娘娘可知 曾经的二王爷 我手一抖 掌心的金瓜子 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魏汉弯下腰 捡起金瓜子 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 娘娘这样沉不住气 可成不了大事 她脸上露出几分严肃 娘娘不必刻意拉拢我 在娘娘入宫前 与宫外传递消息的 是我 从魏汉的口中 我听到了陆凯的另一个故事 经济镇上玩裤子弟 狗杖人士 欺男霸女 魏汉的妹妹被抢掳 上辰冤情 她的父母 却险些被衙门的差人打死 走投无路时 魏汉听闻陆凯贤明 上京拦住了她的车架 陆凯雷霆手段 处死了那丸裤子弟 流放了十位素餐的官员 救治了卫父卫母 带回了他妹妹 喊给了一大笔钱 让他们安身立命 可官员的袒护不是没道理的 那丸裤 是吴家族中子弟 魏汉一直觉得 无路投靠陆真 也与这件事有些关联 为陆凯鸣冤的 多为民间百姓 宫中却没有眼线 魏汉投桃报李 狠心自宫 进入宫中 处处谨小慎微 混到陆真身边 只为了给宫外传递消息 伺机为陆凯报仇 我听完只剩接叹 文武百官 满口仁义道德 钻银逢银 银银狗狗 可这平民百姓 却有恩必报 一往无前 虽为不一之怒 却依然可流血二人 天下高速 三月春猎 作为盛宠的嫔妃 我理所当然 陪同前去 狩猎升起 无路一马当先 作为能征善战的将军 在武艺上自不必说 红棕色的猎马 被他训的服帖 拉弓如满月 渐渐无虚发 无路是当真有些能耐的 在猎场上的表现 脱为不俗 一直想要拼死 护住右载的母路 冲出来撞向众人 触及底线的疯狂 吓了大家一跳 无路不慌不忙 弯弓搭剑 双腿一夹 控制住马 连放三剑 母路倒了下来 他慢条丝里 又抽出一剑 刺穿了跑动 尚不平稳的小鹿 众人一片喝彩 我的心却更加冷下来 无情无义 毫无人性 其杀戮本性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 都是一样 我盯了太久 引起了陆真的不满 咬咬 你在看什么 我将眼底的恨意 尽数收回 故意掩饰般地低下头来 没什么 陆真目光阴沉 若有所思 那天晚上 我几乎被折腾到死在帐里 我紧紧咬牙 自己所受的苦 尚不及陆凯死时 所受的万分之一 只要能为他复仇 就算搭上我这条命 又如何 春烈第二日 陆真没让无路上场 我知道陆真又起了疑心 可这样当然不够 我还需要再添一把火 今日的我格外怪绝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无路 可我知道 无路还在动不动调我 狩猎过半 我称身体不适 要先回去休息 没多久 无路果然追了上来 咬娘 无路跑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 我不嫌不淡地瞥她一眼 将手抽了出来 无路被我的眼神伤到了 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 咬娘 你 我语气中满是嘲讽 吴大人请回吧 什么海誓山盟生生世世 我也不过是吴大人 狗求富贵的垫脚石罢了 听闻吴大人步步高声 恭喜恭喜 无路出身世家大族 从小就金尊玉贵 这样的人有两个特质 第一是自尊心极强 受不得一点轻蔑和看不起 第二是缺少争夺权力和富贵的手段 又或者说 他们对权力和富贵司空见惯 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天生贵人 反而不会挖空心思地往上爬 如果她是贫苦出身 可求富贵 说不定会愿意顺水推舟 把我献给皇帝邀功 可她出身大族 地位已经够高 再往上爬 就不是我一个女人能左右的了 这个时候 我对她的看不起和嘲讽 就会成为她心头的一根刺 哦 当然 不只是我 最近京城 对我肆意传播的那些谣言 都是一根根钉在她心上的钉子 无路脸上满是痛苦 咬娘 你听我说 我没有 我发誓我从未想用你换荣华富贵 我看着她 拿捏着恰到好处的痛苦与愤怒 宣永伯说了什么 你真当我不知道吗 无路摇头 又拉住我 咬娘 她说的并非我意 我恰好从袖子里掉出了一块石佩 无路低头 捡起了石佩 眼眶微红 咬娘 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你不爱我 怎么还会留着这个 路贞继位之后 为了地位稳固 把大臣清洗了一通 一些高位大臣锒铛入狱 而一些小官却陡然升迁 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从地方小官突然成为了精官 虽品级不高 但我们举家都入了精 也就从那时起 我开始蓄意接近无路 我买通了无路的贴身仆人 一点点地打听他的喜好 从头到脚 都设计成他喜欢的样子 无路果然渐渐上钩 后来他出征 我便尝写信给他 忍着恶心 字字句句都编出对他的思念和挂签 那次回来 无路送给我一个石头磨出的配件 塞外无欲 每次想你 我都会雕琢这块石头 所以说起来 这块石头算是我们的定情之物 无路见了他 当然以为我还对他情根深重 我低下头 露出脆弱的脖梗 眼泪滴滴落下 当日你说 会一生一世护着我 可现在呢 我抬着泪眼看他 我曾以为 你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可没想到 你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 无路心疼地抱住我 咬娘 对不起 他咬咬牙 眼神坚定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我哭得梨花带雨 惹人怜爱 氛围拿捏到位时 我把石佩放进了他的手心 君若不离 切必不弃 无路 我等你 我目送无路离开 一回头 静赫然撞到皇后 他就站在帐篷后 不知偷听了多久 眼中愤怒 又夹杂着几分 抓到我的得意 我心下一惊 行礼道 臣妾见过皇后娘娘 皇后的眼中 几乎要喷出火来 一咬 你胆敢会乱恭维 我露出几分惊慌 皇后娘娘 这是何意 皇后冷笑一声 你语无路的话 本宫听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什么可说 我看了看皇后 空荡荡的身后 冷静道 无话可说 皇后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现在你就跟我去见皇上 我正脱开 放低声音在他耳边道 可是皇后娘娘 你信不信到了皇上面前 他还是会信我 皇后被我激怒了 全无一态地拉着 我就冲到了陆真面前 陛下 依非会乱恭维 竟与外臣 在陛下的眼皮底下撕绘 被臣妾抓得正着 还请陛下言诚 陆真的脸色 陡然沉了下来 这是陆真的雷区 不管是真是假 皇后这种初告 显然讨不到半点好 反观我 却神色淡淡 落落大方 皇后娘娘 这是一记不成 反而来给臣妾泼脏水吗 皇后将我和吴陆的话 描述了七七八八 又指天发誓 臣妾所说 句句属实 他描述的如此详细 陆真将冷厉的目光投向了我 我缓缓跪下 陛下 臣妾冤望 臣妾刚刚 确实是去见了吴将军 不过 不是一个人去的 而是和皇后娘娘一起 皇后猛然回头 你胡说什么 我继续道 皇后娘娘一心想搓和我与吴将军 借着春烈机会 故意促成我们见面 皇后瞪大了眼睛 你一派胡言 我毫不退让 那皇后娘娘如何解释 在我离席之后 你也立刻离开 因为这是你与我约定好的 为了保密 你还没有让下人跟随 皇后被我的颠倒黑白气坏了 我不让他们跟着 是怕人多脚步砸乱 打草惊蛇 是打草惊蛇 还是走漏风声 娘娘比我更清楚 我恭敬行礼 陛下 其实早在半月以前 皇后娘娘就召见过我 她说 可以帮我假死脱身 与吴将军 再续前缘 皇后目光一闪 说谎的最高境界 就在于 要把话说的半真半假 皇后与陆珍 结发实在 是有些真心的 她当然不希望我这个宠妃 破坏他们的感情 曾召见我 提出合作 可惜她猜错了 我既不爱吴陆 也不爱陆珍 所谓的情爱 不过是挑拨他们的戾气 复仇的工具罢了 眼下被我提起 她当然心虚 这下 变白的人成了她 陛下 她在胡言 陆珍手指轻敲 似在思量 我们俩个执一词 却又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时 魏翰开了口 敢问依娘娘 皇后娘娘召见您那日 可是此月初三 我略意思量 正是 魏翰跪下来 朝陆珍道 那日奴才奉陛下命 给皇后娘娘 送进贡的东珠 可宫中门窗紧闭 所有的下人都在外面 皇后娘娘宫中的 长氏姑姑 见了我也有几分慌张 只要我留下东西 连通传都没有 当时奴才便有些诧异 如今想来 怕是皇后娘娘 正在与依娘娘密谈 陆珍目光锐利 你送东珠这件事 朕有印象 我继续道 见我当日不云 皇后娘娘就想 借着春烈的机会 让吴将军劝我 没想到 我会顺水推舟 彻底与吴将军 一刀两断 皇后娘娘恼弄 我没想到 她竟这样反咬我一口 皇后气疯了 你在颠倒黑白 谁不知道 你跟吴陆夫妻情深 一心想跟她破镜重圆 你 皇后 陆珍怒道 皇后顿时晋升 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 臣妾失言 陆珍抢夺 陈妻是真 可她想堵住悠悠之口 也是真 她自我麻痹 严令禁止任何人提起 皇后却非要 往她心窝子上扎 她怎能不挠 十佩这个定情信物 陆珍是知道的 她数次想逼我丢掉 我却拼死户下 为此挨了不少折磨 如今 见我竟然主动归还 她也有了几分动容 我不怕她去查问吴陆 吴陆又不是傻的 这种时候 当然不会硬碰硬 陆珍盯我许久 终于缓缓开口 皇后妄言善度 失忠功之德 禁足三月 以观后效 皇后离开之后 陆珍从上面走了下来 她居高临下 捏住了我的脸 眼中满失冷意 我知她并不全然信我 倪向对吴陆情义深切 为何突然转了性子 我抬起头 握住她的手 目光灼灼 因为臣妾 有了陛下的骨肉 陆珍大喜 我被身为贵妃 设六宫是 风头一时无两 吴陆得知此事 竟失了分寸 想闯入宫中见我 吴陆这样的行为 无疑挑战了皇权 我曾故意向知景感慨 说当年看中吴陆 是见她凯旋回朝 风头无两 知景自然把我的感慨 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陆珍 为汉得了我的授意 故意禁言 吴将军风姿灼然 当日在猎场 在场的女眷都在看她 可再怎么样 都比不过陛下龙张凤屌 若是她露出了 为人臣子低微的一面 娘娘自然就能想明白了 陆珍果然没让我失望 为了让吴陆狼狈低微 也顺带敲打她 陆珍下旨 罚她从宫门起 一步一跪三扣 一直跪到大殿 宫门外百姓如知 宫内宫女太监频频路过 众目睽睽之下 吴陆一步一跪 又低微又狼狈 我站在台阶上 远远见她的尊严 都被碾在地上 我知道 她要到极限了 我等她忍无可忍的一天 宣永博这个老狐狸 宫中自有眼线 我将计就计 给她的眼线漏了消息 说陆珍有意削了吴家的兵权 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进 梁宫藏 宣永博谨小慎微 想借此韬光养晦 可也不能容忍 吴家就这样被削弱 有孕三月时 陆珍带我去京郊的四里祈福 陆珍怕我劳累 安排僧迷带我去厢房休息 吴陆不出所料地等在那里 她的目光在我的肚子上群寻 最终艰难开口道 养娘 我不怪你 到时候我会杀了这个孽种 你还是我吴陆的妻子 我歪歪头 故作天真 吴陆 你要杀了自己的孩子吗 吴陆满脸震惊 你说什么 我压低声音 陆珍唯一幸存的兄弟 老皇帝病重时 陆叔以祈福为由 剃度出家 宣布永不设红尘中士 他是有些智谋在身上的 怕是在那时 就嗅到陆珍勾连夺位 又无计可食 选择了出家这种保命方式 因此 我料定 他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可一开始 他对我却并不信任 我皇兄就过了人多了 你一个小官家的私生女 何苦要搭上婚姻与性命 蹬着浑水 他八卦地凑过来 你该不会 跟我皇兄有什么私情吧 我嘲讽地看着他 堂堂六皇子 原来只有男女情爱的格局 他被我一下子问愣住了 可还是不同意合作 直到我由将军夫人的身份 被夺到宫中 他才对我有所改观 对我说了实话 皇上残杀二皇兄之后 心中不宁 捡了他几块碎骨 去佛寺超度 我买通僧人 偷了出来 虽然不能立碑 但起码可以有所平调 只是还是时常 对我阴阳怪气而已 比如此刻 我懒得理他 想了想 又对他一句 我眨眨眼 有用 用处就在于 我的马车刚出四门不远 就一阵打滑 带着我跌入了山谷 寺中极力救治 也没有保住孩子 马车轮上被涂了厚厚的油脂 没审多久 幕后主使就指向了皇后 陆叔端着药盘 满脸都是怒意 你疯了吗 搞不好就一尸两命 我虚弱地躺在榻上 所以让你提前备药啊 无论是谁的孩子 我都不想生下来 况且皇后必须扳倒 如果陆珍死了 皇后代行大权 对我们不利 更何况 我看向他 你应该不希望 我生下一个孩子吧 陆叔没有正面回答我 反问道 皇后无子 以你今时之宠爱 若是生下皇子 必为太子 做太后不好吗 我笑笑 陆叔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陆凯复仇 荣华富贵 明洁真操 我都可以不要 你答应我的事 要做到 皇后被忧毙了 没有直接扳倒他 我有些失望 其实他与我无冤无仇 可偏偏却却把一颗心 都挂在陆真身上 为了大局 我只能选择扳倒他 愧疚之余 又觉得有几分悲哀 他与陆真少年结发 可还是比不过 心宠的挑拨离剑 孩子没了 可无路的谋反 却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我则尽职尽责地 向他泄露情报 兵临城下 无路和陆真 这一对阴谋家 终于站在了对立的两面 能一起死掉最好 若是不能 我随时准备 给另一个人补一刀 可我没想到 无路那只致命的毒箭射来时 不知从哪里冲出来的皇后 替陆真生生挡下 无路兵败被抓 轩永伯趁乱逃走 而皇后则当场毒发身亡 我看着陆真抱着皇后 垂下了眼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要是医生能有一个 如此真心待他的 该有多幸运 陆真把这笔账 都算在了无路头上 党羽全部诸九族 无路本人则凌迟处死 还命人将我带到了行星台 无路满身伤痕 狼狈地跪在地上 陆真用力捏着我的腰 露出一个嗜血的笑 行行 千刀万挂 凌迟之行 无路由痛骂到哀求 再到后来 因为嗜血过多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陆真笑得恐怖 反而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他又扭过头来 想要看我的恐惧 可是他失望了 我神色冷静 仿佛置身事外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血腥恐怖的场景 可是在梦中 我已经无数次地见过 陆凯死时的惨状 眼下见此场景 我不觉恐怖 可却也没有想象中的快意 我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 可真正到来的时候 我却发现 就算流血千里 离开的人 也回不来了 我捏着手中的信肩 心乱如麻 宫外的人被抓了几个 这封冒死送进来的信 反复提醒 我要万事小心 陆真怕是起了一心了 皇后为救他而死后 陆真待我就大不如前了 他本来对我就是一时的征服欲 得到之后就没那么上头了 而皇后为他而死 到底还是使他想起了 昔日结发夫妻的恩爱 我与皇后那些勾心斗角 在他心中也渐渐明晰 我就像是画本里的恶毒女配 贤良真爱的女主死了 男主总会来一段 追悔莫及的痛苦 他怎么看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不能杀死他为陆凯复仇 被抓进刑房的人 死了一个又一个 他们都是出身低微的不一庶民 却每个人都守着 为陆凯复仇的决心 只字未吐 我知道我瞒不了太久 从小厨房顺了一把匕首 石盒里装着糕点 我去了陆真的书房 被魏翰拦在了门口 一一咬 你要做什么 我握紧了手中的匕首 咬牙道 杀了他 魏翰抓住了我的胳膊 皇上只是在怀疑你 还没有确定 你现在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眼中杀意必限 所以要现在杀了他 薛永伯被通缉 他逃不了太久 吴璐已经死了 只要陆真死了 陆凯的仇就报了 我看向魏翰 在他查明真相之前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的命是陆凯救的 只要能为他报仇 死也值得 陆真死后天下若乱 必能力挽狂澜 雍丽心皇 追风二王爷 奴才一介燕人 命若草芥 死命不足惜 他拱其手 一败到底 魏翰今日拜别娘娘 死生不再相见 魏翰的刺杀还是失败了 刚刚经历谋反风波 陆真自然比往日谨慎万分 但魏翰却用他的命 洗清了我的嫌疑 皇后已轰 作为宫中品级最高的娘娘 我掌管了后宫 宣永伯被杀的消息传来时 我正为陆真嬷嬷 说是一个江湖人士 接了皇榜 追到了逆贼宣永伯 要把人头献上 陆真召见了他 那人落腮胡子 满面凶器 害得我都往后退了一步 陆真这个变态 却总对此有种嗜血的快感 非要当面召见 我知他是在为皇后复仇 可思人已是 又有何用 人头侠被打开 一枚藏在里面的暗镖 却直接刺向了他 我心中一惊 从宫门到这里 层层检查 他是如何藏住这机关的 陆真毫无防备 匆忙闪躲中 脖子被割伤 却没有致命 刺客向前一步 只见荧光微闪 陆真发出几声惨叫 吹针之术 他将绣花针 别在衣服里 不知练了多久 方炼出此等技艺 侍卫已经涌了进来 电光石火尖 我把下簪子 狠狠从陆真的后颈捅了进去 刺客也愣住了 然而他只是愣住片刻 四目相对中 他似乎猜出了什么 三步并坐两步 冲上来 掐住了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 却握住了内上 插在陆真脖子里的簪子 侍卫已经聚在下面 他恶狠狠地掐住我 都别过来 再过来 我连他一块杀 刚刚我的动作太快 侍卫们离得远 并没有看清 这样一来 在他们眼中 是刺客夺簪子 杀了陆真 又挟持了我 他要保我一命 他压低声音 快速道 我是必死之人 其他人能活便活 说完此话 他一把推开我 用簪子刺入 脖梗自尽 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血洒电堂 直到他死 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为了这个机关 研究了多久 又为了报仇 练了多久的垂针 知恩图报之人 永不止我一个 报君当人 我们都义无反顾 尾声 陆真驾崩 膝下没有笛子 也没有成年的数字 作为唯一的一亩地 陆叔顺理成章的继位 我本想将陆真错骨扬灰 却还是允了 他与皇后合葬 陆叔继位那日 曾问我 你还是那三个条件吗 或许你可以要一些别的 比如钱财 也比如后卫 我摇了摇头 不便 我出了宫 我的三个条件是 云我出宫 追风陆凯 还有 做一个正直公允 勤政爱民的明君 小山村里 山清水秀 百姓安居 宜然自乐 我想陆叔实现了他的诺言 也继承了陆凯的志向 后继 作者的一点碎碎念 毋庸置疑 这是一篇大女主妇仇文 但是我本心更想把它当成一篇群像文 一篇平民百姓 前赴后继 知恩图报的英雄群像 正如鲁迅先生所写的那样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 做家谱的所谓证实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药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里出现的许多人物 医遥 魏汉 没有姓名的刺客 言行之下 不肯吐口的传信之人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甚至没有姓名 如果从他们的视角展开 也一定可歌可泣 荡气回肠 所以这里我想写的 绝不是女主一个人 而是一类人 一类即使微不足道 即使渺小 却依然拥有骨气和勇气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虽为庶民 却有峡谷的儿女群像 谢谢你看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全文完